台湾观光巴士 我们出发了 观光局为了宣传台湾观光巴士 请来知名导游玲珑 带领现场观众从北海岸以柳 到离岛澎湖一起上山下海 玩遍台湾 各位台湾观光巴士 台湾观光巴士没有固定路线 只要事先预约 在湖车站 高铁 机场都可以搭乘 是台湾深度旅行的重要选项 随教 根据教的人的需要 他来跑 所以欢迎它不是固定路线 它是客制化的一种 台湾观光巴士目前推出 两人同行巴巴折的优惠方案 最便宜的行程更是千云有找 父亲节就一起透过台湾观光巴士 来陪伴爸爸吧 台湾行报记者杨淑琦 江凯俊采访报导